哈囉大家好我是Tina 今天用做的呢 是 Make Up For Ever的這個 Ultra HD Stick Foundation 就是之前有跟大家 在Sephora VIB Sale 那支影片裡面分享過的 Make Up For Ever的粉條 今天呢 我們就來實測看看 喔然後我今天還打算 順便搭配就是一樣是 VIB Sale買的這個 Make Up For Ever的底妝組合 我打算就是沒有 有瀏海的這半邊臉啊 用這個底妝組合去搭配 Make Up For Ever的粉條 然後有瀏海的這半邊臉呢 我就單用這個粉條上妝就好 我今天也打算用 兩種不同的上妝工具來試試看 哪一個比較 適合這個粉條 所以一樣是沒有瀏海的這半邊臉 我會用刷子 有瀏海的這半邊臉呢 我就用Beauty Blender 好興奮喔 我很久都沒有做底妝實測 然後而且這個粉條啊 我只有買回來之後 我只有 就是 稍微試在臉上 看一下色號不OK 所以 今天這支影片呢 也算是 我對 Make Up For Ever 底妝的 First Impression 你知道嗎 都還沒有用過他們 有一種 就是有一種 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的感覺 好囉 那我們就 趕快 開始吧 這個是 Make Up For Ever的 Step One Base Hydrating Primer 就是他們Step One系列的保濕妝前打底 它擠出來是這樣子 乳白色的 然後 喔 滿水的 但是現在其實已經 天氣已經比較熱了 進入春天 所以 嗯 我也不確定 現在 實測這個 保濕primer 準不準 不過 還是應該還是可以比較看看 有沒有什麼差異 它非常非常快就吸收了 然後吸收之後 臉摸起來 是 還是 還滿平滑的 不會有那種黏力的感覺 沒有 現在是臉摸起來跟這邊一樣 都是很清爽的 狀態 OKOK 下一步呢 我們就來上今天的重頭戲 Mega Forever的Ultra HD Stick Foundation 然後我的色號是 120等於Y245 在Safari的官網上 這個色號叫做Soft Sand 我會打在字幕上 這個容量有12.5克 然後0.44盎司 一般的粉底液通常都是1盎司 所以 這樣大家就知道 這個大概只有一般粉底液容量的 一半再少一點點而已 不過以粉條類的產品來說呢 Mega Forever的粉條已經算是 容量比較大的了 然後價位我覺得也還OK啦 不會說特別貴 打開之後呢 它有一個防止它乾掉的塑膠蓋 然後我的顏色長得像 這樣子 試在手上 給你們看一下 Y245 120等於Y245 又叫做Soft Sand 總會像這樣 先上剛剛有上Primer的這半點臉喔 我們先把它 塗兩個畫兩條好了 然後 你只會一點 這樣子 刷開 希望你們看得清楚 它沒什麼味道 所以我覺得 這條 非常的 好推勻耶 你們看得出來嗎 你看我剛剛用刷子這樣子 隨便畫幾圈而已有沒有 然後 就推勻了 整個一推開之後它就是跟我的 皮膚整個是 融合液體 非常的貼的感覺 你們看得出來嗎 這樣給你們看 這樣這半邊 這半邊 現在是有上 然後 薄薄一層的粉條 然後這半邊 這半邊 沒有上 我覺得這色號我用還OK 我覺得它的妝好貼喔 而且它的 就是它的上妝真的很快 就是我這樣刷子這樣輕輕的露啊 它就是會直接很像感覺就是 融開來 就是沒有在你的皮膚裡面的感覺 就合為一體 然後妝感 還不錯耶 就是可以把我的膚色啊 然後 修飾的蠻均勻的 然後遮瑕度大概是 中偏高 就沒有到 完全高度的遮瑕 因為你們看我還是 看得到我這邊可能 有一點點瑕疵啊 這邊有一點點 還是看得到 我想要再 疊加看看 就是看看它是不是屬於那種 可以疊加的底妝 這樣我比較需要遮的 譬如說 顴骨可能有一些斑啊 還有一些 腳瑕疵的地方 還有下巴這邊 我覺得它是算是可以疊加的 底妝產品 但是 我覺得它還是 沒有辦法像粉底一樣 可以疊那麼多層 我覺得應該 像這樣子疊第二層就差不多的感覺 再疊上去 可能就開始會有一點 厚粉或是斑駁的感覺 這邊是 有上的 然後這邊是 沒有上的 它的妝感啊 我覺得是 不算是霧面 也不算是 光澤 就是自然的 就看起來就像你原本的 皮膚的那種感覺 對 比較屬於自然的妝感 然後遮瑕力 我覺得 蠻好的 因為粉條的遮瑕度上它都比較高嘛 看起來是這樣 然後看起來很自然 然後不會有厚粉的感覺 然後臉摸起來啊 臉摸起來是 很 很清爽耶 完全不會厚重 然後鼻翼這邊啊 鼻翼這邊妝也是很貼 也不會說 比較乾 然後它就卡粉什麼的 沒有 都是 整體的妝都還蠻貼的 接下來呢 我就 把 另外這半邊臉也補上 那這半邊臉呢 是沒有上 保濕型primer的 然後我要用 Beauty Blender 就是 把它拍開 看跟刷子的妝效比啊 哪個比較厲害 現在這半邊臉呢 我已經用Beauty Blender一樣是 疊了兩層 我就第一點讓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這半邊臉 這半邊臉呢 是有上 Step 1保濕primer 然後用刷子上兩層 這個粉條之後的妝效 看起來像這樣子 再來是這半邊臉 這半邊臉呢 是沒有上primer 然後是用Beauty Blender 疊兩層粉條的妝效 像這樣子 我覺得呢 我比較喜歡刷子的妝效 首先第一個我覺得 用Beauty Blender 拍開啊 上妝的速度比刷子還要慢 刷子就這樣刷幾下啊 粉條就可以很快就被推勻 但是用Beauty Blender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要拍比較久 才能夠把粉條拍勻 所以 首先第一個呢 以上妝的速度來說 我覺得刷子比較快速 再來我覺得 用刷子刷在這邊啊 看起來 比較服貼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奇怪喔 用Beauty Blender拍開這邊啊 我覺得看起來就 妝感就沒有刷子這邊這麼漂亮 而且用Beauty Blender拍開這邊 因為它的遮瑕力啊 就會被降低 兩個比較之下呢 我覺得 我會喜歡用刷子 去搭配 Mega Forever這個粉條 這樣兩個搭配起來的妝效啊 是很漂亮的 然後上妝起來就很快速 我覺得這種粉條啊 超級適合上班族耶 可能你早上 要趕出門啊 趕通勤 然後沒有什麼時間好好的化妝 就拿這個粉條嚕一嚕 然後刷子 隨便刷一刷 就可以出門了 超級快速的耶 我有預感 這個粉條應該會變成 就是 以後我如果 趕時間啊 趕著出門的時候 我應該就會直接抓這個粉條來用 再來呢 是我覺得 有上剛剛這個 保濕primer的這一半邊啊 的妝看起來 比較服貼 我不確定相機拍不開也出來 這邊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 這邊沒有上primer 是長這樣 但是我剛剛 就是在上妝的時候我就可以 其實還蠻明顯的 可以感受到 有上這個 保濕primer這邊啊 上起妝來 比較 比較容易 然後可能因為 整張臉 因為我剛剛有跟人家說 他摸起來比較平滑嘛 所以 就是 在上妝的時候啊 你的妝上起來就會 比較平整 比較 貼妝 貼妝度我覺得是有差的 接下來呢 一樣是這半邊臉啊 我要接著用這個 Mega Forever的 Ultra HD 這叫什麼 Microfinish Press Powder 這個 上次在影片裡面啊 被他的粉質的細緻度驚訝到的 HD蜜粉 看起來像這樣 他是 Translucent 是透明無色的 哇 粉就是 不夠細的耶 看這樣子 透明無色的 所以我要用 這個蜜粉呢 去定 有上primer的這半邊 輕沾它 現在這半邊臉呢 是用了他們的這個 Ultra HD 蜜粉餅 差點掉了 做定妝 摸起來 非常的平滑 像絲綢般的平滑 這邊摸起來就 還好 這邊摸起來就滑 非常的滑 有用 蜜粉餅定妝的這半邊臉啊 整張臉呈現出來的妝效就是 就是 很柔焦的感覺 像毛孔啊 就又更不明顯了 然後臉上可能有一些 小瑕疵啊 有一些肌膚 可能不平整的地方啊 凹凸不平整的地方 它整個就是有一種 smooth過去的感覺 變得很 就是 Photoshop的感覺 最後一個步驟的一樣是 這半邊臉啊 我要用他們的這個 Mist and Fix Setting Spray 是定妝噴霧 喔 這定妝噴霧的味道很香耶 是那種 不太像是化妝品的香味 有點像是 香水的香味 現在的時間呢 是下午的 2點56 2點56分 那我們就持續的 呃 等待 然後看看一整天下來實測的結果 哈囉 現在的時間是 傍晚6點04分 剛剛是 差不多2點56分 就算3點好了 3點上完底妝 現在6點 所以 差不多經過了3個小時了 這邊呢 是有用 primer跟蜜粉餅定妝的 然後這邊是子彈上 Make Up For Ever粉條的 摸摸看 嗯 全臉摸起來 都還是很乾爽的狀態 幾乎都沒有出油 唯一啊應該就是只有 這個區塊 就是單上粉條的這個區塊啊 看起來感覺應該是 快要冒油光的感覺 一咪咪啦 一點點 然後 有用蜜粉餅定妝的這邊啊 就是 這個就是完美 完全都沒有任何出油的跡象 我覺得這蜜粉餅的控油效果好像還不錯耶 然後你看這半邊的看起來就是 依然是 Photoshop的感覺 我對那個蜜粉餅啊 非常非常的驚豔 我覺得整體的妝感看起來是 跟剛上完妝的時候是 幾乎是沒有差異的 是沒有改變的 那我們就 繼續觀察 然後最後呢 等到晚上再跟大家更新喔 掰掰 這叫什麼 這是那個什麼 石櫻粉 跟什麼挖歌藍的 就是 很夯的那種 那個顏色 我只記得石櫻粉 然後那個什麼藍的我就忘記了 克什米爾藍 塔塔塔塔塔 塔塔塔塔 欸那個樹上的那個燈 為什麼從去年聖誕節 就弄到現在還沒還沒拆掉啊 所以你的解釋就是他不是聖誕燈 哦 為什麼去年聖誕節就在了 哎呦 他是去年聖誕節還弄上去 然後他就一直都沒有弄掉 其他地方的都已經拆掉了 viewers like 麵怎麼樣 Lasas 當時 還有 還有一隻雞肉餅乾淨 只是一隻餅乾淨 哈囉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 十一點十二分 距離下午上妝已經超過八個小時了 我們來看一下整體的妝 我覺得 嗯 經過了八個小時啊 還是 非常的乾爽 只有像是上一次跟大家更新過的就是 臉頰中間這個小區塊啊 這邊 稍微有開始一點點出油的感覺 但是其他地方幾乎都沒有出油的 但是啊就是 這個地方 我確定相機拍得拍得出來 就這個小區塊啊 感覺有點因為可能 還是 嗯 不夠滋潤的關係 所以 有點太乾 然後這個地方 就稍微有一點浮粉的感覺 其他地方呢 是都沒有這個狀況 就只有這個區塊而已 但是油上保濕primer的這半邊啊 是都還維持的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粉條啊 嗯 可能還是不太適合皮膚非常非常乾的人用 像我自己是混合偏乾嘛 但是 今天這樣子啊 這邊已經有一小塊 還是會覺得 嗯 稍微太乾 然後有一點浮粉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真的非常非常乾的話 我覺得可能還是不太適合這個粉條 那我很快速的跟大家總結今天實測的 這四樣產品的 我的一些小新的 首先是這個 Step 1這個保濕型的primer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耶 這個真的上上去之後 在上霜的時候會覺得妝 比較服貼 然後後續的那個續航力啊 也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primer啊 依然是屬於那種 比較清爽型的primer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適合 像我這種混合偏乾的人使用 如果真的是非常非常乾的乾性皮膚的話 我覺得這個primer可能還是會不太夠的 再來是 今天的這個粉條 這個粉條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我非常非常喜歡它的妝感 我會放一張照片在這邊 就是這個Ultra HD的粉條啊 就是 拍照起來啊 真的是 妝感真的非常非常 看起來現在非常完美無下 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的滋潤度和保濕效果 我覺得 嗯 不如我的預期啦 我原本以為它上上去應該會 非常非常滋潤 但是 其實我覺得也還好 像現在這個春天啊 我還是會稍微覺得 有一點乾 所以如果你是 皮膚非常非常乾的人啊 可能就不太適合 這個我真的 真的是完完全全被這個驚豔到 我現在愛死這個耶 我一樣會把剛剛的那張照片 放在螢幕上讓大家看 就是有一半邊臉啊 是有用這個蜜粉去定妝 然後另外一半邊臉 是沒有真的去蜜粉去定妝 相機拍出來真的超明顯 這完完全全就是Photoshop的妝效 真的真的太厲害了耶 而且它的控油效果啊 我覺得很好耶 就是用它來定妝啊 會讓整個底妝的持妝力啊 提升很多 然後妝感看起來就是 非常的 非常的無瑕 整個撫平你的肌膚紋理 這個啊 我真的超愛超愛 這個的話 我覺得我今天這樣實測下來 嗯 還對它沒有特別的感受 因為可能也只用過一次不太準 所以這個啊 我就是 暫時是持保留太多 因為今天用起來我覺得 兩邊相比之下 並沒有特別大的差異 所以 這個啊 我目前是 嗯 就 先持保留太多 這個我會 多用過幾次之後 之後跟我的 呃 Setting Spray的影片 到時候再一起總結給大家 這個定妝噴霧 那以上呢就是 今天 做的這個 Make Up For Ever Ultra HD粉條 還有它 其它底妝產品的實測喔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這支影片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